那今天我要來跟大家推薦一本好書 就是我們13KM急速殺不住的狂想人生 那這是一個由我們一個小麻痺的患者 風正堂先生 所寫出他自己人生故事的一本書 他雖然自小罹患小麻痺症 行動不便 但是他卻積極走出這樣困境的人生 那目前在台灣 他積極在推動這樣無障礙設施的環境 跟整個通用設計 我覺得他的精神值得給我們所有雲林縣民共同來學習 文化處長在民家集團的一本書 是他最想要推薦給大家來看的一本 現在開始 每一位民眾都可以想他一樣 10萬元來推薦 可以介紹給大家的一本書 為了推廣一個 大家全民都要愛閱讀的一個社會 所以我們每一年雲林縣政府跟教育部 都來合辦這樣的一成一出的活動 就是要選出每一年的雲林縣之書 7月就是來歡迎所有的讀者 一起可以上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來推薦 你想要今年推薦給其他朋友一起看的一本書 8月就會經過專家最後的一個複選 會選出12本 那我們9月就是整個月份 都會在網路上請大家一起來票選 過去兩年文化處都有基本婚臨制的票選活動 像這兩本 我不是壞小孩 以及人生不設限 就是大家選出來的婚臨制 票選結束 文化處還有相關的活動 那票選出來之後 我們邀請這樣的一個作者或翻譯者 我們會到下鄉到偏遠的鄉鎮或國中國小或圖書館去 做演講做推廣 經過這兩年的經驗 比選出來的婚臨制 不管是比酒出家看的機會 還是在菜店買出家的素料 都有明顯的增加 有劣寒的好處 就需要大家做回來推薦 讓婚臨的大男孩子 感受看出的趣味 也在裡面看到更加大的世界 記者靈一靈 菜鳳寶島